如风说梦幻,八卦天天看 1.紫禁城二队正式解散 神豪F哥在紫禁城打造的群雄二队已经正式解散 紫禁城的服战号已经全部转入到了天湾竞技战队 从今以后,紫禁城服战队在群雄当中将以天湾竞技战队的身份出战 喝酒大队将成为过去史 2.紫禁城花果山用任务攻打群雄 本次群雄逐鹿的比赛中,紫禁城服战队专门尝试了花果山门派 因为这个号本身是神器宝珠号,在转成花果山之后 只能用160级布魔任务攻打比赛 不过紫禁城还有第一棒子可以当花果山使用 就和神豪F哥说的一样,紫禁城的硬件可以支撑指挥们的所有战术打法 3.父子庙放下封印鞋曝光 白子龙在珍宝阁倒卖的第一放下封印鞋 最终花落谁家,一直都是一个米 如今谜底已经揭晓,夫子庙地府家总买下了这双鞋子 4.黑总买160愤怒破甲腰带 夫子庙黑总从武装转成花生之后 专门买入了一条新腰带 那就是一条防御99点,气血419点的160愤怒破甲腰带 5.黑总更新11G静态善恶 夫子庙花生黑总一直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宝宝 近日他以41个的价格,买下了一只11红的静态善恶魔童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魔童的宝宝装备非常亮眼 总伤分别是96、94和92点